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选前就好几次对俄罗斯表达友善之意 甚至表示如果选上总统之后会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 如今川普真的选上总统了 俄罗斯也释出愿意合作的讯息 川普和普丁据喘已经首度通过了电话 初步达成共识将一同打击恐怖组织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选前频频对俄罗斯释出闪意 当选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互动 自然成为瞩目焦点 根据俄罗斯政府表示 川普已经和普丁首度通电话并达成共识 未来美俄双方将一同合作打击恐怖组织 同时将着重稳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发展经贸这一块 不同于欧巴马政府对普丁强烈敌意 川普从选前就大赞普丁是名优秀领导人 治理俄罗斯得宜 甚至直率表示会和俄罗斯建立良好关系 面对川普频频频抛送媚眼 俄罗斯当然乐观其成 在大选结果出炉后 普丁第一时间就对这位未来的白宫主人 事出善意 川普当选俄罗斯笑开怀 但美国民众可一点都笑不出来 从川普当选的那一刻起 各大城市连续第五天发起反川普抗议 洛杉矶民众更是齐聚好莱坞 手持标语抗议川普选前的歧视言论 川普竞选总干事康威 13号接受福斯电视台访问时 呼吁希拉蕊和欧巴马应该出面 安抚抗议民众情绪 让政权和平转移 他也怀疑抗议群众中有走入宫 不过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证据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